哦 炸茄子 吃炸串可以让我多吃一点蔬菜 刚才陪小刘去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甜品 然后路过了一家炸串 然后我又皱回来来吃了 看起来应该是个小店 不知道这种路遇的店会不会有惊喜 小刘又去买另一个面包了 然后我先来挑炸串 然后这边有盏目标 我爱吃了茄子 这边还是裹面的 还有蘑菇 豆角 尖椒 还有炸石蛋 炸豆皮 这是荤的 然后这是素的 吃炸串可以让我多吃一点蔬菜 眼里没有其他客人 我觉得一会儿路声音应该很好听 好大一口油锅呀 哈哈 谢谢 那个鸡排给你点嚼菜 哎 谢谢 哦 我的炸串 然后加了一个麻辣拌在后面 这就是粘粘乎乎的那种麻辣拌 谢谢 马上吃 一会儿不飞了 哇 我的大茄子 你快照啊 多一秒都等不了 吃 快 这是那种硬脆的壳 既能尝到油炸的脆壳 你还能嚼到中间水润的茄子 快来一口 还有一豆瓶 谢谢 哇 神仙豆瓶 就是这个茄子 茄子 茄子就是茄子 之前咱俩不在哪也吃过这个炸豆瓶 毕竟东北盛产大豆嘛 这豆瓶的本来就薄 你一炸直接就变脆皮了 上面抹了酱 它有点很软 底下就是 背儿酥脆 有点像吃那个 干吃响铃卷的那种质感 比那还要高 它这个脆是很细微的 你们可能听不出来 这个茄子不知道怎么炸的 不怎么都有 确实不腻的 你看你家先进去吃鞋子 这鞋子它好吃 鞋子好吃 鞋子好吃 鞋子都 鞋子都有 只要说炸饭 鞋子都点 他家小孩就爱吃这鞋子 他家这小孩别的不点 你光点鞋子 是吗 我也是小孩 我也喜欢吃鞋子 想吃鞋子 然后这个是千叶豆腐 这几天也告诉我咱上面刷了一点烟亮 嗯软软的 吃这种一个制品 但是咱完香就跟这会儿成一个道理 炸串的素菜也一定不要错过炸豆角 尤其是这种炸粘巴了的这种 那个肥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这个母猪也是 这个没过面 这也是炸的这种有点塌巴了 嗯 这个酱还是偏淺口的这种 要点了两个石蛋 一个黄石蛋 一个黑石蛋 快咬咬咬咬咬咬咬 这个石蛋蛋 有五松花蛋味 这个有五鸡蛋味 这个焦焦就完全炸粘巴了 焦焦里头皮都给炸掉了 然后这个鸡排 然后这个鸡排 是那种大个儿的 嗯 这么嫩 像鸡胸肉在那儿不揣 能看到肉的纹理 麻辣瓣隔着半天了 还没吃呢 净固着吃炸串了 快尝一尝 这个就有一股黏糊的感觉 不能挑菜 都是一兜 嘴边都是这样的 酸甜口加麻酱 哎 我觉得这比麻辣烫好吃 哦 就把那酱味全都呼在菜上 嗯 哦 好吃啊 可能长得没有麻辣糖颜值那么高 但是它真的很进味好吃 吃吃吃 如果你们路过一定要过来吃炸茄子 那炸茄子真的巨好吃 狂吃炸茄子就对了 然后那个整体酱味是偏甜口的那种 然后那个炸豆皮也很好吃 然后麻辣瓣 我没点麻辣糖啊 但我觉得麻辣瓣肯定麻辣糖好吃 嗯 行 那今天就到这了 我说 哎 路过随机那一家店 可能真的会发现惊喜 一共是58 吃完炸茄子怎么能不去泡澡呢 正好我这个头发 因为戴帽子已经两天没有洗了 我要去搓大澡 搓大澡